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弗丽莎 在上个周四和周五在华盛顿举行了非常盛大的游行 那就是支持生命反对堕胎的2022 March for Life Rally 为生命前行这样一个游行活动 这个活动到今年已经是持续的第49年了 在49年前,1973年的1月22号 最高法院对Roe v. Wade的判决开启了美国合法堕胎的时代 从那个时代开始,人们的思想以及道德观就被政府的立法所影响 变成了只要是政府认可的,那就是可以做的 只要做了不被抓进监狱,是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那就成了衡量道德的标准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人们都忽略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堕胎就是杀人 这个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基本常识 但是左派最善于扭曲的就是基本常识 他们可以把男人说成是女人 把两个性别开发出成千上万种性别 但是他们却完全说不出来女人到底是什么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堕胎上面 在堂一炮弹的包裹下,堕胎是杀人这个事情被埋的越来越深 左派所谓的事实已经变成了皇帝的新衣 其实人人都知道,但是就是没有人愿意承认 堕胎现在成为了必要的医疗手段 成为了女性拥有平等权利的象征 成为了保护女性的措施 从1973年最高法院开启合法堕胎的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March for Life Rally 反对堕胎的游行活动就应运而生 这个游行活动存在的意义 就是为了那些没有机会 没有能力开口 就已经被人杀死的人呼喊 是在跟社会正义喊话 让人们的道德观 不要跟随政府制定的规则而改变 这一切都好像听起来是老掉牙的观念 现在在这个世代 好像支持堕胎才是正确的 才是应该被拥护的 但是其实对于堕胎的看法 的确对这个社会来讲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是左派跟保守派之间 一条非常清晰的分割线 让我感到开心的是 就在这一次的游行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并不是一个老年人的 陈旧迂腐思想的派对 大量的年轻人 从美国各个城市聚集过来 成为这一次游行的主力军 这群人在这个社会中 看起来好像是应该支持堕胎的那些人 但是他们选择尊重生命 因此愿意参加集会 出来反对堕胎 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种感觉是非常感受的 感受的感受的感受 感受到这种感受的感受 感受到这种感受的感受 Amazing babes, how sweet the sound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thousands gathered on the mall near the White House Convinced that after nearly a half century of marching for life, this is the year that they will celebrate a huge victory I'll at last Roe v Wade Legal experts say the 6-3 conservative majority on the Supreme Court Is now likely within months to narrow or overturn the 1973 decision That guaranteed a woman's right to choose Anti-abortion movement now casting the issue As a matter of equity and civil rights for the unborn Equality begins in the womb Where did you come from and how are you feeling We're from Maryland here and feeling great All the people are here is pretty awesome 天气非常寒冷 这些人愿意从美国各地聚集过来 声援支持生命的游行 发出他们的声音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这是保守派坚定的理念 在支持生命的同时 我们也要支持保守派基督徒的企业 Nichie Nielsen的指甲油是千万不能错过的选择 我真的深有体会 指甲好看 心情也直线上升 每次在写稿打字的时候 一低头看见指甲就觉得 哇真的好好看呢 女人精致不精致 指甲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尤其最好玩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自己来搭配颜色 选出不同的组合 欢迎大家来登陆网站 Nichie LA.com 来选购你最喜爱的指甲油 在网站上各种类型的指甲油 你都买得到 不管是偏光系列 还是马卡龙色 或者是闪亮亮的亮片色 全部都在热卖当中 AI News的观众朋友 在结账的时候输入折扣码 AI News时就能够获得九折的优惠 持有反对堕胎 保守观点的年轻人 在这个世代中是少见的 因为文化传播和政府立法的关系 在很多人从小长大的环境中 堕胎其实并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以至于如果要是想要深入探讨 或者是坚持反对堕胎的观点 就一定会遭到严厉的批评和谩骂 堕胎这个议题是敏感的 在华人的群体更是如此 看起来大家好像并不在乎 但是人们却是有意回避 不太愿意讨论的 因为每个人其实内心深处都知道 堕胎真的就是杀死了一个人 但是没有人愿意承认 反而是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 在当代的人看来 堕胎是情有可原的 或者从某种程度来说 是应该完全被支持的 因为人类是有爱的动物 因为我们爱 所以我们要体谅很多人独特的情况 人们总是能找出各种极端的例子 来证明堕胎是必要的 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完全OK的 这不仅仅是当代年轻人的看法 哪怕是上了一点的年纪的人 比如说像我的外婆我的妈妈 也都说过类似的话 他们认为堕胎是OK的 是一个女性的医疗选择 如果你已经结婚了去堕胎 那感觉好像还好 如果你要是没结婚就怀孕了 那就要偷偷的堕胎 不要让别人知道 因为会没面子 以后会嫁不出去 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造成的怀孕 堕胎都是杀人 因为原因跟结果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我们会从电视上看到很多案件的发生 杀人犯都是非常可怜的 他们被虐待了很多年之后 经历了种种折磨之后 忍无可忍才做出了杀人的决定 但是不管他经历过什么 最终的结果就是他杀人了 所以很多反对左派的人 把自己定义为保守派的人 甚至是基督徒甚至是牧师都是支持堕胎的 Raphael Warnock现任的乔治亚州民主党参议员 他不仅有参议员这一个身份 在去年当选参议员之前 他是在亚特兰大以便以谢尽信会服事 他是那里的主任牧师 在前几天他发了一条推特说 作为一个支持堕胎选择权的牧师 我一直认为病人的房间对于一个女人 她的医生和美国政府来说太小了 他这个比喻做的有一点奇怪 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愣着没看懂 我们三个同工在办公室里研究了一下才明白 其实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 女人堕胎这件事 医生和政府不应该有任何的话语权 所有决定只要这一个要堕胎的人 说了算就好了 这样的人应该自称是牧师吗 但牧师到底有没有门槛呢 不能说你跟谁关系好 找几个人给你按例了就得了 这是会绊倒人的 而且这个人之前还说过 人是可以通过做好事来拯救自己的 这个是完全错误 而且非常愚蠢的想法 也是完全与事实相互冲突的 我不知道他的圣经到底是怎么读的 我也不知道他在幕会的时候 到底在讲些什么 但是我知道 做基督徒不能做这样的基督徒 我们要清楚知道圣经里面写的是什么 我们要清楚知道 神给我们传达的信息到底是什么 加南美地旅游公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棒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深度来了解 加南美地旅游公司是全洛杉矶唯一的一家 专精只做圣地旅游的旅游公司 同时也是一家保守派基督徒的企业 4月份让加南美地带着我们一起踏往去以色列的道路吧 以色列约旦经典之旅 现在正在火热的订购当中 旅游这种事千万不能等 现在就是绝佳的机会 为啥呢 因为这个节骨眼没有那么多人 约旦跟以色列以前那是人潮涌集 尤其是那些特别经典的景点 要参观你就得先排队等着 现在不用排队 因为旅游的人少 把排队要花的时间完全可以节省在参观上面 好好的每一个景点去参观玩一玩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都是基督徒和以色列当地的专业导游解说 按照圣经记载来到真实的地点 讲解真实的事件 现在就是去圣地旅游的绝佳时机了 加南美地为大家安排的都是精心挑选的酒店和餐厅 保证你这一趟行程吃好玩好 加南美地也给我们观众朋友带来非常特别的优惠 AINews的观众朋友 直接减免100美金 大家可以看我们屏幕上面的信息来报名参加 其实这个支持堕胎的假教师说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 杀人嘛 哪有先经过别人同意的 一般不都是直接来吗 圣经里面记载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杀人犯 该隐 他在杀亚伯之前也没有征求过任何人的意见呢 让我感到非常难过的是 在他的这一篇推特下面 涌现出了大量的支持堕胎的基督徒 他们口中统一的论调都是在说 圣经上也没说你有资格管别人堕胎不堕胎啊 神说给我们自由意志 那我就当然可以选择我要不要堕胎啊 是啊 因为这是基本常识啊 如果生活中的基本常识都要全部写进去 那这本书到底是有多厚 我们到底是有多笨 神没有把我们造成完全听他话 被他控制的机器人 他当然可以 但是他选择不那么做 神给我们自由意志 让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到底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神不阻拦 并不等于神允许 也并不等于我们做的就是对的 每一个生命都是可贵的 都是神独特的创造 你有见过两个完全一模一样的人吗 如果我们真的认可神独特的 而且是大有能力的创造 那么人生来就应该是平等的 我们就应该给每个人都有生命的权利 如果一个还不会说话的人 在大家的认可中被杀死 这样是在宣告生命是平等的吗 在这一次March for Life Rally 为生命前行的游行活动中 有一名唐氏症的患者上台讲话 他的爸爸妈妈当年在怀孕的时候 就已经检查出来 他是一个唐氏儿 当时就可以选择做手术杀死他 但是他们没有 因为他们相信就算是有疾病的人 也有生的权利 因为生命的平等 从子宫里面就已经开始了 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这位患有唐氏症的女生 在Rally上面发表的讲话 是大家准备吗 是 好 好 我的名字是Candy Shaw 从Indianapolis,Indiana I am a born and raised hoosier.I am 36 years old and I have Down's Syndrome.I am happy to be here today in the fight for the dignity of human life for all unborn babies diagnosed with a disability or not.I believe equality for you, me and everyone started in the womb.It started the day of conception when God gave us our soul.I am proud to be here to march to show the world that people with a disability or not need to have the chance to show the world God's plan for them.They need a chance to live their wonderful life outside the womb. My parents found out I had serious medical issues and Down's Syndrome when my mom was five months pregnant with me.My parents never thought about aborting me.They worked and planned with the doctors to help me have my wonderful life.Now here I am 36 years later contributing to society, working full time, enjoying family, friends, playing sports and participating in a book club.And speaking out with you for the unborn.I even got to speak to our past pro-life president, President Trump.At the White House.As you can see, my equal life that started in the womb was meant to be.Many people don't know that there's a waiting list, a waiting list for babies with Down Syndrome to be adopted.And yet over 80% of babies with Down Syndrome are not given the chance to be adopted. They are aborted and their equality ends.It makes me very sad to think of all the friends I have that I might have lost if their parents do not believe equality starts in the womb.And it makes me sadder to think of friends I missed because they were aborted.Friends, you and I have been given the chance to fight for equality in the womb.And by working together we can make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As we march today, let us remember Psalm 139.You knit me together in my mother's womb.I am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Wonderful are your works that I know full well.And your book were written all the days that were formed for me when none of them has yet Thank you.God bless all of you.You got ready to march? 让我看完之后真的感觉很感动他站在台上见证了生命的美好也见证了神对他的爱这个人本来是可能没有机会站在这里说话的没有机会像我们一样呼吸的更是没有机会能够跟川普总统见面的也没有机会过上神为他预备的丰盛的人生 但是都是因为当年他父母尊重这样一个残缺的生命才能够让他有机会去体验神为他预备的命令 或许有的人会说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这个人挺好的他会说话会走路这样的人生下来不是一个负担呢 我想说的是每一个生命都是可畏的哪怕在人的眼中可能看为是不好的是累赘但是神也给了他和我们一样平等的机会我们不能阻拦神要给他们的祝福哪怕在我们看来他们是不完美的但是神爱他们就像爱我们一样爱因为只有神才是生命的源头 在去年的时候我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了残奥会的比赛视频残奥会就是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专门为了残疾人设立的国际体育赛事 在这些人当中有的人是天生的残疾有的人是后天的我看到的是游泳比赛这个比赛真的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残酷因为他们穿着泳衣你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们残缺的部位 在这些运动员里有的人没有手臂有的人没有腿他们甚至没有办法自己跳到泳池里面需要工作人员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在后面用力的推一把把他们推到泳池里面去 比赛的结果很残酷得了第一名的就是游手游脚四肢健全的人得了最后一名的就是四肢残缺的人 但是他们的精神真的鼓舞了我这些残缺的人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管怎么努力都不会比四肢健全的人游泳游的快吗 但是他们在练习的时候都在突破着自己的记录自己的极限 他们可以因为他们的努力而站在国际比赛的舞台上面让大家看到他们顽强的精神和精彩丰富的人生 堕胎这个概念乍一听之下并不符合当今社会的潮流以及大部分人的思想意识 我非常的明白因为我曾经也是一个左派 因为我曾经也是支持堕胎的一员 因为我曾经也是大力支持女性选择权的一员 但是我改变了因为我意识到刻意为杀死生命找一个借口是多么不堪的一件事情 我们的频道因为讲出了反对堕胎的立场我们被骂过 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如果你真的尊重生命 如果你真的认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 那么没有人应该被无缘无故的杀死 不要害怕讲出事实 也不要害怕被骂圣母 因为我们相信任何一个生命都是重要的神圣的 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 生命是值得被尊重的因为人皆生而平等 人与人之间的尊重 无论是种族还是民族之间 还是男人和女人之间 都是从尊重生命的神圣开始的 让我们每天横切祷告 在今年最高法院大法官要做出正确的决定 要彻底的推翻Rovey Wade 而且今年的March for Life Rally 在华盛顿的反堕胎游行将成为最后一次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那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全部的内容 我是弗里莎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 我是大LA神奇快讯主播Danny 以下为大家播报一则社区活动消息 失去至亲或至爱是人生最深的哀痛 经历失落而仍处在伤痛的朋友们 鼓励您一同来聆听 由脚生癌症协会主办的线上讲座 走过哀伤迎向彩虹 2月5日星期六 美西时间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讲员张皇求邦博士 半年面对丧亲带来的悲伤 及如何整理情绪 重新生活 其后还有支持小组 陪您一起走过哀伤迎向彩虹 查询电话626-286-130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